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成长 今天一起来做oreo tiramisu icebox cake 这个蛋糕非常的简单 不用烤箱 不用几粒丁粉 那么它的味道 非常香的oreo味道 还有mascarpone的味道 切开来里面 层层吃吃的oreo 很好吃 首先准备oreo饼干 首先呢 先取出17片的oreo饼干 我们要把它们分开 转一转 掰开了之后呢 把中间的这个夹心馅和饼干分开 把馅料和饼干分开放 继续的重复 用刀来帮助你呢 会简单一些 把它们全部分开好之后 你会有34片的这个oreo饼干 还有我们需要秤一秤 需要50克的这个夹心馅 在夹心馅里面呢 加一些盐 用刮刀把它们混合均匀 碾压的方式 好了之后 加mascarpone cheese 冷的 我从冰箱取出就直接加入 用刮刀把它们混合均匀 混合均匀了之后 会属于这样子比较软的状态 再加一点的酸干或者是柠檬汁 把它们混合均匀 加了之后呢 它不会太甜 而且呢 可以变得浓稠一点点 好了之后 是这样的状态 这样的浓稠度 把它们放进冰库 冷冻待用 现在呢 开冷气 碗搅拌器 还有奶油一定要冷 把动物性淡奶油 冷冷取出的 加入碗当中 加一些细砂糖 之后呢 用中暑打发 我们要打发直到呢 你看到短暂的纹路开始出现 提起搅拌头呢 它比较浓稠了 可是还是有流动性的 在这个时候换成用低速来打发 低速打发 这样子出来会比较稳固一些 打发直到短短的纹路呢 开始变得比较明显了 就可以开始测试 提起来 如果它变得更浓了 不过还有流动性 再打发多几秒钟 就可以再测试多一次了 提起来 它是这样子 软性发泡 看到吗 它的尖角呢 是朝下的 提起来是无法倒扣的 边缘依然有缓慢的流动性 在这个时刻就加入冷却的 Mascarpone混合物 之后呢 继续用低速来搅拌 好让它们两个可以混合就可以了 搅拌当而你会发觉到 它的纹路开始变得更加的清晰了 搅拌直到混合了之后呢 你测试的话 纹路开始变得很明显 比较稳固了 看到吗 有尖角 如果你打测的话 它会有少许的流动性 非常少许的 可是是蛮稳固的 在这个时候 就把它们装入裱花袋当中 蛮浓稠的 很香 在这个时候准备长方模具 我尺寸会放在Description box下面 把我们的Oreo饼干片呢 排放在下面 把它们排满 旁边可以放切拌的这个饼干片 好了之后 把Mascarpone Fillings呢 就裱上去 要铺的满满的 均匀的铺放 好了之后边缘呢 可以放一些切拌的这个饼干片 作为装饰 不要也是可以的 那么再继续铺上第二层的Oreo饼干片 我的呢 一层大概需要用到10片左右 包括这些切拌的 之后再继续铺上Mascarpone Fillings 旁边也要把它们 裱满 不要留下空隙 好了之后再重复铺上第三层的Oreo饼干 铺满 铺满很疗愈 之后再继续裱上 最后一层的Mascarpone Fillings 我这个食谱呢 刚好可以做完这个尺寸 之后呢 用刮刀把它们刮平 好了之后放进普通冰箱冷却待用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打发动物性淡奶油 记得要冷 加入一些细砂糖 还有柠檬汁 用低速来打发 打发直到你看到 它的纹路开始变得非常明显了 记得不要打发过度 否则会水油分离 要打发直到它们是稳固 中性进入干性发泡 11点钟的这个尖角 非常稳固 导扣没有流动性的 用Wilden 4B的裱花嘴 之后来裱上 一小团一小团的糖霜 所以固定向上表之后 按压一下就可以了 这样子表出来的小糖霜是非常饱满的 而且它的纹路清晰 表满整个就会看起来蛮漂亮了 现在呢在这个Zip Lock Bag里面把大约4片的这个Oreal饼干呢 没有馅料的 只是Oreal饼干的那个饼干片而已 把它们擀成西沙粒 就非常细的拿出来看 非常细分分的 用筛纸呢把它们过筛下去 我只过筛在大概一半的部分就可以了 剩下的一半就继续放白色 在上面撒上一些金球 还有更多的Oreal饼干 放进普通冰箱冷却三小时之后 再放入冰库冷冻一小时 这样子更加的好切 这样子呢我们的Oreal Tiramisu Ice Box Cake就做好了 漂亮吗 看起来有很多Oreal的感觉 非常疗愈 现在切开来看 如果冷冻之后呢 它是还可以提起的 你看到切面吗 一层一层的Oreal出来了 满满的感觉 再切多一片给你们看 哇看到吗 更加的明显了 那么这一片切出来的呢 也是可以看到它的侧面 有一层一层的Oreal存在 看了之后就非常的垂涎三尺了 现在来看看一下 很香哦 整个Oreal的味道 还有Mascarpone的味道 冰箱取出直接吃呢 非常的好吃 冷冷的 而且呢味道很好 富有非常少许的柠檬香 衬托出Oreal的甜度 就刚刚好不会过甜 现在来搭配跟这个饼干 摆放在上面的饼干还是依然脆的 再加上这些Oreal cream 非常的好吃 很爽口 很蓬松 那些在下面一层层的呢 就已经是软化的Oreal了 变成好像蛋糕片一样 不过富有满满的Oreal香味 还有Mascarpone味道 希望你们尝试做哦 那么还没看我上个礼拜的视频 请记得观看 还没有订阅我朋友 请记得订阅我 还有记得关注我在我的social media 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下期见 拜拜